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正式收看股市QN王的節目 我是QN王美姐 那麼今天的台股呢 再創歷史新高 但是今天卻是一個開高震盪的一個格局 中場是收小黑 那你看到今天盤勢呢 今天開盤的時候是大漲了一百一十七點 但是中場只漲了五十五點 那貴買指數呢是開高震盪甚至是走低 盤面上呢上漲的加速加起來呢 大概只有三百多檔而已 那你看到今天台股創歷史新高 那你有賺到嗎 那我們如果說看開箭圖的形態 今天是帶量創高 但是重點是美姐在這段期間 都一直跟大家講 操作股票 重個股輕指數 指數而言呢 我也沒有跟你看錯 我也沒有跟你看錯 我就是說偏多格局 但是並不是叫你去用追價的方式 那今天台股呢 雖然在創歷史新高 但是中場是上漲五十五點 那我們如果說看到台積電 我們今天看到台積電台積電呢上漲了十一塊 那上漲十一塊代表什麼 代表它貢獻大盤的點數就已經高達了將近九十點 來到了精準的預測就是八十九點六 將近九十點 所以呢你認為這個行情好做嗎 你如果光看指數 你如果光看指數 你可能覺得哎呦真的很棒 但是那麼多人的個股當中 你要怎麼去挑選 當然你如果說哎我就買台積電就好了 但是呢台積電 雖然它是主流 但是它的股它的價格是偏比較高 偏比較高 那哪些個股是值得你去領先卡位的 如果你錯過台積電 那哪些個股你會你應該要領先卡位 美姐都會領先跟大家分享喔 那指數評創高 你有沒有賺到 如果你看美姐節目一段時間的朋友 美姐一直跟大家強調喔 唯有領先布局才能搶得先進 到現在我的測標還是高高掛在這邊 沒有變一個字都沒有改變 這是美姐的操作邏輯啊 那指數創高 美姐預測到了啊 美姐也沒有跟你說 哎呦看空喔 怎樣怎樣的 對不對 美姐指數預測對了 那又怎麼樣 重點是在於個股 重點是在於個股 你能不能夠賺到錢 那如何能夠領先布局 我一直強調 領先布局才能夠賺到錢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堅持 就是要領先別人在前頭 你先布局VS湊熱鬧 你想想看喔 你如果都是美姐的忠實粉絲的話 你都有訂閱美姐YouTube頻道的朋友 你長期以來 你都鎖定我們中視新聞台 兩點半的這時段 你有鎖定美姐節目的朋友 你都知道在5月2號的時候 我就已經都跟大家公開了 都跟大家公開了 都跟大家公開了 2101的南港 美姐先走一趟有沒有 美姐先走一趟 那對於2101的南港 你有沒有想過 你是不是在4月底5月初 你才認識南港的 你才認識南港的 因為當時全市場都在講啊 大家都只會 大家都只會 找漲停板的講 找創高的去講 那間接的就會 就會引發你的那種 想要追的那種欲望 所以少看這種節目啊 少看這種節目啊 對不對 那美姐都是鐵勝如山啊 你如果都有看我節目 然後你就知道 我在哪時候就跟大家講 2101的南港 今天 又跌5% 我們看一檔個股 不是看一天的 我們在哪時候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在哪時候就跟大家分享 我在這邊 我雖然沒有賣到最高點 但是我認為 我要賺餘生 你還記不記得 我要賺餘生 你如果還記得的話 你如果還記得的話 你會看到很寫心的餘生畫面啊 好那就不多說了 我就是堅持做最穩健的一段 操作你如果要賺錢 穩健比投機更重要啊 你了解嗎 那你 你四月底到五月初 你才想到 想要南港 那麼你看看現在 你看看現在 你有賺到嗎 但是對於 資產概念股 對於一些資產營建的概念股 我還跟大家分享了2501的國見 你是不是也是 在美姐要出場的時候 你才認識這檔股票 你才想到 我可以來談談這檔股票 因為當時全市場 包含盤前盤中 是不是盤後大家都在講 是不是 但是有誰能夠在這種階段 跟你說美姐先走一趟 大家都在講 我不想湊熱鬧啊 我不想湊熱鬧啊 所以你還在湊熱鬧嗎 你如果再堅持湊熱鬧 你一定會吃虧啊 是不是這樣子 那國見也是一樣啊 那營建指數 對於營建指數喔 它其實美姐是相當看好的 沒有錯 但是我懂得賣出 我懂得掌握最穩健的一段 掌握最穩健的一段 原因是在哪裡呢 你看這是它的月線喔 營建指數的月線喔 它漲了八個月 那休息了三週 休息了三個禮拜 你有沒有想過 漲了八個月 它如果說要休息 會只休息三個禮拜嗎 所以你手中如果還覺得 這些股票還 你還捨不得 捨不得出場 不知道要如何動作的 歡迎你來找美姐 那美姐一直跟大家分享 領先不決重要性 當然你看我的節目 你也會有收穫 我都是領先跟大家分享 昨天全市場 大家都在嗨什麼 AIPC 美姐是不是也是領先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在四月二九號 上個月底 上個月底 我就直接公開的 跟大家分享 我還開放大家索取 這個產業鏈的 整份的研究報告跟資料喔 整份的研究報告跟資料喔 當你還在看AI伺服器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AIPC了 那你昨天你還在嗨紅機掌停板 你還在嗨華碩創新高 那你如果要去湊熱鬧 全市場都在講啦 全市場都在講啦 今天包含今天早上 大家也都還在講 你看報紙去做 你就是湊熱鬧的命 那你如果看美姐節目 美姐是領先跟大家分享耶 你看2353的紅機 昨天漲停 今天你如果說看 昨天追不到的 你今天再用追 你再用追嘛 你如果再用追好 縱使你追再開盤價 縱使你追再開盤價 你今天也沒吃到甜頭啊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不是說他不好 只是為什麼 你不能夠領先布局呢 我4月29號 就已經公開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不能領先布局 2357的華碩 是不是也是一樣的道理 是不是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與其你要跟美姐後面追價 你有沒有想過美姐全部都苦口婆心 很用心的跟大家分享在前頭啊 那你看他沒有題材嗎 他不好嗎 但是就是震盪 我全部都領先 所以我有權利這樣子跟大家分享嘛 美姐要跟大家講的一個結論 包含了剛剛跟大家講的銀劍 包含了我剛剛跟大家講的AIPC 昨天是不是都夯人一大片 包含美姐也在講 但是美姐是講的哪時候 4月29號 所以美姐測標 跟我的跟我節目上分享的 全部都是一致的 為什麼 領先布局才能搶的先機啊 為什麼你要看我節目 因為我總是領先的 在還沒長的時候就先跟你分享了 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相信你分辨了很清楚 有些人每天掌停板他都有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你鎖定他你鎖定他 你鎖定他我相信很多人都這樣子 你鎖定他嘛 今天這些掌停都是他的 然後明天全部都換了 翻臉跟翻書一樣 但是美姐有這樣子嗎 你看美姐一段時間 你看美姐節目一段時間的朋友 你就知道 誰才能夠真的能夠幫你賺到錢啊 你沒有領先布局 你就是要嚇自己 震撼教育那種感覺 你做股票有必要這麼辛苦嗎 所以唯有領先布局才能搶的先機啊 那昨天你都在觀察 你都在賭什麼 賭輝達嘛 那公布財報啦 公布財報 但是他沒有什麼表現 然後因為呢 因為呢 聯準會又有偏音的這個說法嘛 所以使得盤勢震盪 但是盤後輝達公布財報 大家昨天全部都在賭這個 都在賭這個 雖然啦 他上季營收獲利都超過預期 那這一 但是重點是喔 重點是喔 他說這一季財測會略低於上一季 所以呢 今天 揮達的一些概念股的表現 就沒有像昨天那麼的瘋狂了嘛 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個股票分拆 股票分拆 那AI概念股呢 梅姐一直就跟大家講 結果看他們兩個 哪兩個 不用我 你看我節目久了的 你都知道 梅姐就跟大家講 2317的紅海啦 2317的紅海 今天 他在漲啊 他在漲啊 沒有錯啊 沒有錯嘛對不對 但是梅姐在哪時候跟大家講 梅姐在5月3號 在還沒漲的時候跟大家講 在還沒漲的時候跟大家講 結果隔天馬上噴7% 我跟你講喔 我不是今天跟你講 明天就馬上噴7%啦 不是這樣的黨黨都這樣啊 但是為什麼要看他啊 因為GB200訂單最大份額就是他嘛 但是我在5月14號我節目我都公開 我都公開 既然你能夠肯定的話 你為什麼要出一半 我直接跟公開跟大家講 梅姐先走一趟 因為我要把握最穩健的 最穩健的一段 你了解嗎 我們掌握最穩健的一段 梅姐先走一趟 是不是這樣子 那到現在 他Q1 EPS1.59不如預期 沒有錯但是我為什麼天天要跟你講 因為他未來還會有表現 我跟大家講峰迴在買方 但是不是現在 也不是昨天 我都是實實在在跟大家分享啦 鴻海峰迴要在買方 那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結論 另外還要看一趟是什麼 4月23號盤中公開的 跟大家分享的2382的廣達 4月23號是哪一天 4月23號在這一天 這一天啊 你如果看連線的K線圖 有誰會去買這個 全市場也沒有人 會叫你在那邊低接吧 大概就只有梅姐啦 因為梅姐一直堅持著 好股票最高風險高 但是低接才能夠獲利高 所以為什麼在廣達 絕佳買進的時候 我會在盤中連線的當中 跟大家做分享 全市場大概就只有梅姐 然後呢 你看到新聞 你今天才想要去追嗎 梅姐在5月15號的時候 我還是一樣跟她講 5月15號是這一天嘛 就在這一天啊 5月15號 5月15號是不是 我說她下午法說 如果不確定淹素 我先走一趟 是不是這樣子 一切都是這樣啦 就是廣達 你自己看啊 你自己看啊 後續你看 揮達財報公布這麼好 她也不會這樣子 你昨天有看我節目 我跟你說 我直接表明跟你說 我不賭嘛 所以會買你要會賣 才是贏家 那AI後面沒有 還有沒有戲 Computex 那個男人那個女人 大家都期待她來 大家都期待她來嘛 但是對於回答 對於回答 AI的老大 回答 沒一個看法 沒一個看法 你看清楚 回答財報預期 已經有在反映到 近期的股價喔 已經有在反映到 近期的股價 那另外 所以呢 你會看到昨天 回答 她沒有什麼表現 但是盤後 她曾經有大漲到6% 那6月份 台北國際電腦展 所以AI依然是主流 黃恩勳 蘇之鋒這些大咖 都會來莉菱參加 那美姐給大家肯定的答案 美姐沒有那種模擬兩可敘述 就只有肯定的答案 什麼肯定的答案 透過這幾天 逢回佈局啊 那哪時候佈局 你留意美姐的節目啦 那接下來 還有什麼樣的節目重點 除了AI以外 美姐已經先看到哪裡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待會回來再繼續跟大家分享 進廣告 同樣的道理 大家都在追高 那麼這陣子 不管是誰 每個人都在講這一支股票啊 2359的索羅門 2359的索羅門 那今天你再去追嗎 你如果再去追 你尾盤這上下政府多少啊 中央廠市下跌了 2% 然後呢 收一根黑黑 你不會是那個倒霉鬼吧 你不是那個倒霉鬼 追在這上一線吧 爆大量 爆巨量 那我昨天節目 是不是跟大家講 漲幅已達四倍 你還在追嗎 你看到今天的索羅門 所以你是在賭完投資 所有 你如果說觀看很多財經頻道 不管什麼財經頻道都一樣 每個人都在這邊講 你當然 你心仰 你手沒有 你不追你很難過 所以為什麼 你一定要看美姐節目 美姐 因為美姐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是為你好的 你有沒有想過 你是在投資 在賭博 你如果沒有領先佈局 你怎麼搶得先機啊 是不是 昨天每個人都在看輝達 我節目直接跟大家講 台股是沒有極限的 就是偏多看待 但是個股你要選對啊 那當你在賭輝達 每個人在那邊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那輝達要表現 他要講出亮眼的成績單 結果呢 今天有如你預期嗎 有如你預期嗎 你有沒有想過 台股無極限 沒錯 但是你在賭輝達 就像過去的鴻海 就像過去的廣達一樣 我不賭 我要做最穩健 我有本事領先佈局在前頭 我有本事佈局在低低的位置 我為什麼要去追高 就像索羅門一樣 是不是這樣子 我在看蘋果啊 為什麼 WWDC啊 那我早就都跟大家講 蘋果叫OpenAI啊 然後呢 這絕對是潮流啦 你在想AIPC的時間點 你有沒有想過 過去四月底 你還在看老AI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終端應用了 我已經看到AIPC了 當你在看AIPC的當下 美姐已經在看哪裡了 我在看手機 我在看蘋果手機 沒解釋 全市場 唯一領先預告的蘋果概念 你要注意這個族群 什麼族群 你有鎖定我節目 你都知道 就是盡頭 5月10號的時候 我節目就已經公開喔 3406的玉金光 我沒有跟你講一大堆啦 股票沒有必要講一大堆 5月10號這時候還下跌 下跌不是最好買點 你如果第一天看我節目 我們看一下我們5月10號 當天節目我怎麼樣跟大家講的 正比賽 他的股價是明顯的被低估 3406的玉金光今天是小幅的修正 但是我認為股價明顯被低估 買就對了 是不是買就對了 是不是買就對了 昨天他連續的 串高之後修正了兩天 修正了兩天 昨天你在看輝達 我還是直接跟你在節目當中 公開跟你講 3406的玉金光 我在看蘋果 你如果今天才看我節目 我們看一下 昨天我怎麼樣 跟大家講玉金光的 正比賽 他壓回 他沒有獲利嗎 他沒有獲利嗎 你在這邊沒有跟上 沒寫小步的朋友 這邊壓回 我直接跟你講 這是機會 是不是 好股票 沒有在追高的 你追高 也許他會更高 也許他會更高 沒有錯啊 但是你就是要承擔這種 這種風險嘛 你要承受這種壓力嘛 你有必要承受這種壓力嗎 是不是這樣子 那3406的玉金光 美姐 你看美姐節目一段時間的朋友 你一定知道 你也看過剛剛VCR了 我還是大看好他啊 股價明顯低估 美姐給大家結論 還有高點 為什麼 你知道 玉金光也是AI概念嗎 不只是蘋果 不只是AI 另外 你在追索羅馬 我早就都跟你講 機器人概念 玉金光 它光網上面 它已經有機器人的透鏡 不只有AI鏡頭 它的機器人透鏡 另外感測器的透鏡 所以美姐不管是在5月10號領先的 在四字頭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3406玉金光 3406玉金光 你昨天追的股票 昨天跌的時候 我跟你說還是有機會 你昨天懂得進場的 你昨天懂得跟上腳步的 你今天你掌握多少 15塊 15塊啦 所以美姐全部都領先預告 公開分享 沒有人怕什麼 沒有人跌不敢講的啦 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想搶得先機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你永遠都跟在美姐的後面追駕 你有沒有想過啊 一開始就跟上美姐的腳步 那美姐這個人 說話算話 說話算話啊 你過去你一意驗證嘛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不管是鴻海 不管是廣達 我是帶進帶出 然後呢 南港 國產 國艦 這些營艦的 我是不是都領先布局 AAPC我是不是都領先 甚至是3406玉金光 我沒有再帶你追高的 但是我會帶你領先布局 那但是你事後都 你南港 你追在哪個地方 你追在哪個地方 所以你如果永遠都是跟在美姐的後面追駕 你有沒有想過美姐在哪 2101的南港 我們舉南港為例 我在這地方在分泌布局 我出在這邊 你在這邊才在那邊追 所以你永遠都跟在美姐後面追駕 一開始跟到美姐腳步就好了 昨天有跟大家講 我這兩天要推專案 5985要發限量優惠專案 你如果想要領先布局的朋友 歡迎你利用廣告時間 跟我們線上注意人員洽訊 撥電話進來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又是指人奮 我現在不如在錄製 那麼常當參考